接着要上的是超抽地下水 你抽 抽太凶会有一个问题叫做 地层会下陷 地层会下陷 如果你是住在海边 当我会告诉你海边有两层有咸的干淡 所以如果你在海边抽太凶 就会造成所谓的淡水咸化 你可能会使你的水变成咸的 所以超抽地下水会有两个坏处 一个坏处叫做会造成地层下陷 另外坏处会造成在冰海冰区在一套海边地方 会造成你的淡水会咸化 这是超抽地下水两个直接的坏处 直接会产生的问题 地层下陷淡水咸化 这有两个问题 那为什么会有地层下陷呢 因为地层延迟的中间 渣了水会帮我支撑 帮我支撑 有时你把水冲掉之后 支撑力就上去掉下来 掉下来有时候还好 有的掉下去会黏住 再也回过来 再也回过来 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就会开始往下 就是缩小 就是下沉 台湾 有些地方都有地层下陷的问题 台北市以前有地层下陷问题 为什么 因为台北市以前缺水 你们这个年纪的学生 没有碰过这种问题 我小时候啊 还需要那个消防车帮我送水 因为水不够 消防车帮我 你们应该都没有做这种事啊 因为台北市盖完 所以为什么不缺水 以前台北市缺水 他们就找深水井去冲地下水 冲太凶 台北市在地层下陷 后来政府禁止开台深水井 才结婚 然后我们现在不缺水 还OK的 但是呢 中南部还有很多地方有 主要都是主要的原因 都是因为呢 养殖渔业的关系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养殖渔业的关系 因为呢 他每个渔池都好大 像呢 不要游泳池那么大 好大一个 又好深 不可能用自来水去养 所以都用抽地下陷的方式 抽太凶 就造成了地层下陷 左边是一些历史记录 右边显示的是一个 以前按正在 红红的正在下 你看谁啊 云林彰化 有没有 所以你看报纸上有写啊 高铁 高铁开过云林彰化 会遇到什么问题 地层下陷问题 好好往下陷 好一点啊 就是以后开过去 高铁变慢 要慢慢的开过去 踩一点就是 这种就不能开了 整个脚又下去了 所以就算是很难 所以要解决那些 高铁过高的地层下去 就是因为养殖余月的关系 造成这样 地层会下陷 地层下陷以后 房子可能会受损 整个往下掉 整个往下掉 移动 然后呢震动啊 什么凉处歪掉 什么之类歪掉 房子会坏掉 会造成 防洪功能减弱 提防要高才能挡水 往下降 不够高 防洪功能减弱 海水功能降低 水往低速流 一高一滴才容易流动 不够高 不容易流 减少它的 海水功能 还有会造成 海水倒灌 对吧 你们考试四选一单选题 下跃合者 不是超抽地下水的坏数 它写了地层下陷 它写了淡水型化 它再写一个试了 接着再挑一个 它的海水倒灌啊 它的防洪功能减弱 凑成四个水下 四选一单选 但事实上 这四个都是因为 地层下陷来的 所以直接的问题是 地层下陷 这个就是地层下陷的状况 这两个房子都下去了 我也搞不清楚 这到底是原来的门还窗户了 但就算是门也进不去了 学生有神奇的想法说 从这里进去 从这里开个洞 从这里进去 不错 你可能看不清楚 这个地方有个脚踏车 这里有个脚踏车 所以它已经下陷到 高度只有脚踏车的高度 这房子就下去了 下去以后就旁边盖新房子 所以这个彩色是新房子 这是新房子 新房子的这边 有个白白的 白白的 这才做两个小朋友 白白在干嘛呢 这白白的叫做预备下陷用 墊高 预备下陷用 我这里写的是 房子带住在 这不是房子就房不了 它是解决不了定层下陷问题 它一定会下陷 所以房子垫高 垫高的两公尺好了 每年下陷十公分 可以撑二十里 它还在上面 因为到下面去 还可以继续住人 所以你把它垫高 因为它无法解决下陷问题 所以把房子垫高 慢慢下陷 下陷 下陷完还是可以用 这样 OK 这是房屋的下陷 再来就是所谓的淡水咸化 在靠海边的地方 海水也会震到地底下 所以在海边的地方 地下水有两层 一层是咸的 一层是淡的 一层是淡的 咸的密度它在下面 但是什么在上面 所以它有两层 咸的跟淡的 你会有两种情况 喝到咸水 第一种 你挖太深了 上面一层淡 下面一层水就往下挖 你挖到了咸水层 那就是咸的嘛 OK 第二个 你没有挖太深 你就挖在淡水层 就是用太凶了 你上面的淡水用掉拿掉 淡水就是怎么样 就往上 淡水要先往上 你知道咸水往上上 上到你的井底以后 你的水就变成 咸的用太胸 就会变成咸咸 你知道吗 所以 在碧海地区超抽地下水 会遇到淡水咸化的问题 这边讲一些例子 澎湖是我知道的明显的例子 你们现在去澎湖玩 至少在马峰会遇到 我年轻的时候去澎湖玩 有 我们在澎湖 打开水楼头 装水一喝 咸的 主汤不用加盐吧 那是咸的 为什么 因为澎湖啊 几乎是一片平淡的地方 没有什么散 这个泰晤小丘陵 也没有什么河 它这个水资源很缺 你怎么办 要抽地下水 抽泰胸 所以它就会变成咸的 现在没有问题 是因为现在有海水淡化 现在有建地下水土 所以你现在至少在马峰 大岛啊 如果一般应该不会再遮到那个主汤 不用加盐巴的水 可是我不知道如果你去那个里岛 外岛去的时候 那会不会我最后遮到那个 主汤不用加盐巴的水 你知道很早 应该不会 好 抽泰胸淡水淺化的问题 OK 所以操作地下水有两个坏处 又会造成低层下陷 又会造成淡水淺化 有问题的吗 没有 很好 地下水的污染有这几个来源 家庭 你家里的废水啊 你那个洗泥 洗菜 洗澡 洗脸 那些水叫做家庭污水 排出去的结果 有的会使得河川缺氧 不便饿臭 有的如果你的用的东西不废的话 可能会造成一些优氧化的问题 优氧化以后会浇 工业废水 事业废水就是工厂的出来的水 通常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有 一个是有 这个是重金属污染 重金属污染 第三个叫做 农序 养猪的养鸭的 基石基尿 猪石基尿这种 这种通常会造成优氧化 优氧化 再就其他 一些什么巴拉巴拉巴的东西 这些污染 然后呢就告诉你要小心 这个没有什么内容 这里的内容叫做 这里内容基本上不会烤 会好也是好 夺民生活 须知等级的 不可乱丢垃圾 对 可以全体土盘 错 是这样子 开始到最反对 我告诉你说 第一个告诉你说你要珍惜 爱护水资源 地下水源很珍贵 要好好使用 不要乱抽 不要用太凶 超抽地下水是有坏处的 还有 要注意不要被污染了 不要把它污染掉了 我讲过了 地下水一旦污染水没有救了 也没有救了 小心不要污染 大家可以怎么做 今天知道 垃圾掩埋场 如果你有看报警 有注意要知道 垃圾掩埋场 在掩埋垃圾前 都会先铺上一层防水布 为什么要铺一层防水布 因为垃圾掩埋很多肾流水 肾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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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流水直接就跑到地下去了 就要先垫一层防水布 挡住它 把那个水收集起来 除了它都还弄掉 所以不要让那边脏水 要注意不要被污染 我刚才讲过的 一旦水 不要污染它 污染它这个水没有救了 麻烦 就这样子 看看就可以了 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 请写 再往练习